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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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利文姐妹平安 我是周公和 我们现在是律法与恩典的第三课 这门课的题目是磐石出水 我们上一课是讲到 亚伯拉罕如何 因为信靠上帝的应许 所以被上帝算为义 而且这个因信被算为义 就是一个人得救的方式 那么今天这门课 我们所看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以色列人 他们因为长期住在埃及 然后在埃及成为奴仆 在水深火热之中 后来上帝把他们 借着摩西的手拯救出来 他们就进到旷野 在旷野里面 他们的一个经历 这个经历就是磐石出水 那么这门课 我们主要是探讨 上帝是否是一位公义的上帝 上帝是否公义 那我们先看一下 出埃及记第十七章 第一到第七节 我先把这段经文念一遍 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 按着战口 从饭的旷野往前行 在利费丁安营 百姓没有水喝 所以与摩西争闹 说给我们水喝吧 摩西里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 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 百姓在那里甚渴 要喝水 就向摩西发怨言说 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渗出都渴死呢 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 我向这百姓怎么样行呢 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仗 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 从百姓面前走过去 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 站在你面前 你要击打磐石 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 使百姓可以喝 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 这样行了 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莎 又叫米利巴 因以色列人争闹 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 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 不是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 来到利菲丁这个地方 他们没有水喝 所以他们就跟摩西争闹 其实呢 他们是与上帝争闹 只是他们看不到上帝 所以就跟上帝的代表 摩西争闹 他们没有水喝 所以到一个地步 他们要拿起石头来 把摩西打死 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 领出来 让我们渴死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一个 法庭式的场面 以色列人判了摩西死罪 准备拿石头 把他打死 其实呢 也是以色列人在审判上帝 圣经说 百姓是试探上帝 百姓在试探上帝 其实呢 上帝是给他们一个考验 而他们在考验中失败 什么叫做试探上帝呢 就是强迫上帝要行神迹 如果上帝不行神迹 我们就用石头把摩西打死 上帝的考验是什么呢 上帝的考验就是说 你们对上帝有没有信心 能否再等一下 你们能不能够再等一段时间 等候神的作为彰显 上帝的作为彰显 时间不是由人所定 时间是上帝自己所定 你们能不能够再等一会 以色列人在这个考验中 大大的失败 其实他们应该对上帝有信心 因为他们经历过上帝的信实 他们看到上帝所行的 许多的大神迹 埃及为什么会让他们离开 法老王为什么会放他们出去 是因为上帝将十个大灾难 在埃及地 十个大神迹 因此他们得以出埃及 他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 这十个大神迹 结果在旷野里面没有水喝 他们就怀疑上帝的信实 他们怀疑上帝是否一个慈爱的上帝 他们出埃及以后 上帝带领他们过红海 那严格来讲的话 希伯来问的圣经 说是芦苇海 而不是红海 红海其实是一本的翻译 芦苇海是淡水 红海是咸水 所以其实不可能是红海 那么最近若干年以前 有一位很有分量的 很有名望的福音派的考古学家 名叫Hoffmeyer 他在尼罗河的三角洲的东边 离尼罗河的三角洲不远 发现一个干掉的湖 这个湖面积相当大 而且最深的地方有18尺深 足以咽死任何的一匹马 所以很可能 以色列人过所谓的红海 就是过芦苇海 或是芦苇湖 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 讲到以色列人 出埃及以后 他们最短的路程 就是沿海一直往上走 就很快会到达迦南地 不过上帝说 因为以色列人会怕打仗 所以他们会胆怯 因为这个缘故 就没有让他们直接地往上走 现在的话 考古学家发现 沿海 从埃及的三角洲 尼罗河的三角洲 一直到上面 非离死人的地 埃及盖了一连串的堡垒 所以以色列人 如果要走最近的路的话 他们会遇到 这一连串的堡垒 他们需要打仗 因为他们怕打仗 所以上帝没有让摩西 带他们走这个最近的路 反而是往东南转下去 就是往西南旷野 可是到了出埃及的十四章第一节 上帝却叫他们转回去 再往北走 往这个芦苇湖那边走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往那个方向走的话 有点像是自投罗王 法老王发现他们转回来了 就派出六百辆战车 去追杀以色列人 那么以色列人来到芦苇海 发现前无去路 后有罪病 他们就非常地惧怕 但是上帝记得摩西 起了一个很大的神迹 就是芦苇海的水 就在中间分开两半 以色列人就在两泵水墙中间 踏着汉地渡过这个芦苇海 埃及的战车跟军队 追下去的时候 上帝就让水合起来 把埃及的军兵跟马屁全部淹死了 这就是所谓的过红海 或是芦苇海的一个大神迹 所以出埃及之前 就有十个大神迹 出埃及以后 就有过芦苇海的大神迹 跟着以色列人说 我们没有肉吃 上帝就让很多的恩村 飞到他们中间 让他们有肉吃 他们没有饭吃 上帝就是从天降马拿 每一个礼拜有六天 他们可以经历到 马拿的神迹 所以他们继续不停地 你可以说是每一个礼拜 几乎每一天都经历到上帝的神迹 经历到上帝的信实 现在在利费丁 他们有一段时间没有水喝 这是上帝的考验 他们在考验中就跌倒了 大大的失败 他们就试探耶和华 拿起石头来 要把摩西打死 要强迫耶和华行神迹 所以拿石头来打摩西呢 百姓就已经审判了耶和华 判耶和华为有罪 然后要把耶和华的代表 摩西处决 耶和华的反应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看十七章 出外基集十七章 第五文第六节 这里说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手里拿着你先前 击打河水的杖 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 从百姓面前走过去 然后这杖带领长老 从百姓面前经过 我想那个时候 如果我是一个以色列人 我心里面会有很大的恐惧感 因为这根杖 就是曾经击打 尼罗河水的杖 尼罗河水被击打 河水就变成血 所以这根杖 可以是上帝施行审判的杖 这根杖在我眼前经过 我想我会心很虚 因为我曾经打起石头来 要打摩西 所以我在想糟糕了 这一次是不是上帝的审判 要临到我了 第六节 是非常奇妙的一节 这里说 我必在和列的磐石那里 站在你面前 你要击打磐石 从磐石里 必有水流出来 使百姓可以喝 上帝说 我必在和列的磐石那里 站在你面前 就是站在摩西面前 在圣经里面 每一次 讲到一个审判的场合 都一定是 人站在上帝面前 人站在耶和华面前 只有这一个地方 讲到耶和华 站在人面前 所以是很奇妙 很特殊的一个讲法 怎么会是耶和华 站在摩西面前 因为任何一个地方 在圣经里面 别的地方 都一定是 人站在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是审判官 是审判者 人是被审判那一位 可是这里的话 耶和华说 我要站在摩西面前 那么耶和华 在哪里 站在摩西面前 圣经说 我必在和列的磐石那里 站在你面前 耶和华 在磐石那里 站在摩西面前 然后跟着 上帝说 你要击打磐石 这就是更加稀奇了 更加令人惊讶了 摩西这一仗打下去 打在磐石上 但上帝站在哪里呢 上帝就是站在磐石那里 所以这一仗 是打在耶和华身上 虽然百姓在考验中 大大的失败 但是上帝却愿意领受审判 上帝变成受审判那一位 那个刑杖 是打在耶和华的身上 磐石被击打 就裂开 磐石里头有水涌出来 解百姓的渴 磐石被击打 是预表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为我们定死之家 因为耶稣的死跟复活 所以圣灵的活水就浇灌下来 来满足我们心灵里面的干渴 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他说 那磐石就是基督 那磐石预表基督 基督被击打 因此我们就领受圣灵 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 上帝对不起你 可能你已经是信了耶稣了 所以你已经硬信被算为义 你已经得救了 可是你可能会觉得 在你的生命中 你所非常需要的事情 上帝还没有为你成就 你可能觉得 上帝对你不起 上帝不爱你 你不知道 是不是心里面 生气上帝 觉得上帝是 不公不义 或是不仁不义 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弟兄 他本来是很优秀的 他是住在美国 宾州 那么他本来进了一间 那个名校 一个很出名的大学 因为他很聪明 那么他念大学的时候呢 换了脑瘤 那么开刀以后 还需要用放射性的治疗 所以他的脑部 被那个放射性的治疗 被那个放射性 放射线呢 轰炸了很久 脑瘤医好了 可是他的脑部就受伤 他回到大学的时候 发现有一些思考方面的作业 他做不好 我相信是数学方面 因为他读圣经 跟要讨论圣经 没有问题 所以他应该在文科方面还可以 但是呢 在数学跟逻辑方面 脑部受了伤 所以他没有办法大学毕业 不但如此 因为脑部受伤 还得了躁抑症 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什么叫躁抑症 躁抑症就是 是一种两极性的精神病 有些时候 好像一个人的情绪 好像钟摆那样子 有些时候摆到一个极端 叫做发躁 那么过了一阵子 又摆到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忧郁 所以这个叫做躁抑症 有些时候呢 如果发躁发得特别厉害 跟着那个忧郁方面 陷入一个非常深的深渊 非常之痛苦 这位弟兄呢 他是很爱主的一位弟兄 当他发躁的时候 他好像被圣灵充满一样 他尽力充沛 而且大有胆量 能够宣扬圣经的真理 能够向人传福音 不但如此 有一次他发躁的时候 他还有一个庞大的计划 他要推动众弟兄姐妹 向一百万人传福音 他发躁的时候 无论他是传福音 推动基督姐妹 或者是赞美上帝 或者是祷告 他都很像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 所以他就很羡慕自己 发躁的光景 他就很怕自己陷入 那个忧郁能源气 当那个忧郁症发作的时候 他好像被黑暗笼罩一样 心情非常非常低沉 甚至到一个地步都活不下去 有一次他甚至割他自己的手缓 要自杀 因为他怕那个忧郁的时候 的那个恐怖的感受 超过他怕死 当然的话 这个时候他的情况更加严重了 他怕他犯了那个 亵渎圣灵的罪 他怕他因此就会失去他的久恩 所以这位弟兄来找我很多次 甚至有一段时间 每一个月定期来找我一次 我就试图用神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来辅导他 我跟他讲了很多的道理 好像都没有特别的对他有帮助 然后后来我讲某一个道理 对他看起来显著的有帮助 是什么呢 我就跟他说 我们的信仰的核心 你知道是什么 是无故的受苦 耶稣基督上十字架 他是无故的 他是没有罪的 他是为我们的缘故 成为上帝的羔羊 他为我们的缘故 受到上帝的惩罚 忍受上帝的愤怒 上帝是使那义者变成不义 那么所以呢 耶稣的十字架 我们信仰的核心 是一场无故的受苦 我跟他说 你现在所经历到的 也是无故的受苦 因为患脑瘤 不是因为他犯了罪 是无故的 那脑瘤一好以后 他得了躁欲症 他也是无故的 所以他是 经历无故的受苦 而且我跟他说 按照恩赐 在上帝的施工上 有一些成就 这个并不是 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也不会因此 得到最大的奖赏 所以我跟他说 你 那个发造的时候 好像是您充满 好像替上帝行大事 这个是 算不得什么 这个是no big deal 按照恩赐 把施工做出来 本来就是很喜乐的事情 既然很喜乐 而恩赐 不是我自己的 是上帝赐给我的 那我也 不会因此 得到最大的奖赏 我跟他说 你知道上帝最看重的 将来在天国里面 得到最大的奖赏 是什么呢 是无故的受苦 并且在无故的受苦中 仍旧对神忠心 耶稣基督 经历无故的受苦 他是 因为 顺服天父 而且一直顺服到 上十字架为止 因为这个缘故 上帝就 升他为至高 赐给他那 超乎万民以上的名 所以呢 耶稣基督得到 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 被升为至高 是因为他 无故的受苦 有一次 记载在 马可福音的十章 耶稣有两个门徒 苗哥跟约翰 这两兄弟呢 跑到耶稣那里去 说 将来 当你坐上宝座的时候 求你为我们 成全一些事情 就是我们两兄弟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帮助你 治理万国 耶稣说 你们不知道 你们求的是什么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我所受的喜 你们能受吗 那两兄弟说 我们可以 耶稣说 好 我所喝的杯 你们也要喝 可是 坐在我的 右边跟左边呢 是由天父所定 耶稣这个答案 我们需要 进一步的思想 谁 能够坐在 耶稣的右边跟左边 就是 喝苦杯的人 就是 无辜受苦衷 仍旧 对上帝忠心的人 所以我跟这位弟兄说 你发造的时候 为主所做的工作 反而不是最重要 是你忧郁的时候 你无辜受苦的时候 如果你仍旧对主中心 这个才是 最伟大的侍奉 这个才是 最有意义的侍奉 这个是让你在 天国里面 成为 大的 所以我 发现 我把 这个道理 跟他 讲得比较清楚的时候 对他的 优越症 有 很大的帮助 对他的优异症 有很大的帮助 结论就是 磐石 被击打 这是表明 上帝是 公义的 即使 我们经历 无辜的受苦 好像 耶稣那样子 受到无辜的受苦 上帝 还是共义的 因为我们的 信仰的核心 就是一场 无辜的受苦 希望我们 众人 都会 以上帝 为义 在生命纪 三十二章 第四节 摩西 临终的时候 教导百姓们 唱一首歌 这首歌 要他们 世世代代 传给他们的后代 那首歌 里面有一节 这样说 他是磐石 他的作为 完全 他所行的 无不公义 是诚实 无为的上帝 又公义 又政治 这个就是 作人经文 所告诉我们 并且 我们应该得到的 一个结论 上帝是公义的 主耶稣基督 是被击打的磐石 他为我们的缘故 忍受 无辜的苦难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才能够得救 所以 凡是为主的缘故 经历无辜的受苦 但是仍旧对主忠心的 这个人 在天国里面 将会是大的 我们感谢主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从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看着道路 因为 是会 比出 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 比出 耶路撒冷 我们天国 下集 文明